南安县城有一位代员外 代员外祖上是做皮货生意的 传到他这一代已经是第三代了 代员外的皮货生意做得顺风顺水 这些年赚了不少钱 还娶了一位美丽的娘子杨氏 小两口结婚之后 生活得美美满满 养育了一个儿子 名叫戴汉文 本来一家三口的日子过得是甜甜蜜蜜 但是天不随人愿 就在戴汉文 九岁那年 他的母亲得病去世了 代员外失去夫人非常伤心 安葬了阳氏之后 独自拉扯着儿子戴汉文 可是戴员外的生意比较繁忙 自己一个人又要照顾儿子 又要兼顾做生意 常常感到是力不从心 于是就有了再娶一房夫人的想法 戴员外想要再娶的消息 传出去之后 就有不少媒婆上门提亲 戴员外也见过几个女子 但都感觉不是很满意 所以这续闲的事情就放下了 这天天气情好 戴员外来到马掌柜的店铺收账 马掌柜和戴员外合作多年 是生意场上熟识的伙伴 颇有些交情 马掌柜看到戴员外来了 赶紧笑脸相迎 又是端茶 又是倒水 戴员外倒也没有客气 一屁股在太师椅上坐下了 马掌柜满脸陪笑 说道 戴员外 这么点小事 你何必亲自来呢 派个伙计来跟我说一声就行了 戴员外回道 哎 收账是一方面 另外 我也有些日子没有过来了 还是亲自来看看你的店铺 我心里比较放心啊 马掌柜回道 那是 那是 你说得在理 正当两人说话的时候 忽然一个身影从后院走出来 急匆匆朝前院走去 虽然只是匆匆一瞥 但是戴员外瞬间看呆了 刚刚走过去的是一个年轻女子 只见她生的是体态风鱼 风乳肥臀 肌肤胜血 戴员外看了 心中不免 有些心动 就问马掌柜 方才走过去的女子是谁呀 马掌柜回道 哦 那是我的小女桂花 哦 不知恋爱今年年方几何 可曾婚配呀 不瞒你说 小女今年刚刚二十一岁 还没有说婆家呢 戴员外听到这里 心中暗喜 连忙起身告辞 马掌柜 我还有些事情 先走一步了 马掌柜赶紧挽留 哎 你就在我家吃了饭再走吗 戴员外这时候 哪有心思吃饭 匆匆别过马掌柜 就直接往媒婆家里走去了 过了几天 媒婆带着两大箱彩礼 来到了马掌柜家里提亲 进门就说 马掌柜 恭喜你呀 贺喜你呀 当马掌柜得知 是戴员外要迎娶她的女儿 心中就寻思开了 如今她的店铺 全依仗戴员外供货 戴员外是自己的财神爷 这可得罪不起呀 虽说戴员外比桂花大了十来岁 但是在那个年月 老夫少妻也是很常见的 马掌柜思虑一番之后 也就答应了这门亲事 则良辰即日 戴员外骑着高头大马 风风光光地将桂花取进了家门 桂花嫁给戴员外之后 小两口的感情很好 只不过桂花一直没能生下孩子 为此戴员外为她找了不少偏方 也带着她到娘娘庙烧香祈愿 但是桂花的肚子依然干瘪 没有一点动静 戴员外倒也豁达 心说算了 既然桂花生不了孩子 就别再折腾她了 反正自己有个儿子戴汉文继承家业 她已经感到很满足了 桂花将戴员外的生活照顾的是无微不至 对待戴汉文也是势如己出 照顾的是十分周到 戴员外见了 心中自然欢喜 现在没有了后顾之忧 可以一门心思放在生意上了 短短几年的时间 她的疲惑生意越做越大 成为了城里赫赫有名的富豪 日子过得飞快 一晃十年过去了 戴汉文长成了一个玉树临风 俊雅潇洒的翩翩公子 正当戴员外考虑要将家族的产业交给儿子的时候 她突然出事了 这年隆冬的一天 戴员外到省城去买一批原材料 一路奔波 身体本就疲惫不堪 一不小心感染风寒就病倒了 起初戴员外没有太在意 以为只不过是普通的感冒 扛两天就过去了 没想到后来病情越来越重 竟然引发了肺炎 当家人把郎中请来的时候 郎中摇摇头说 太迟了 她也无能为力 没过几天 戴员外就撒手而去了 戴员外这一走 家中顿时失去了顶梁柱 好在桂花出身于商人之家 对于做生意的门道摸得很清楚 这些年 桂花帮助戴员外打理生意 练就了过硬的处理生意的能力 所以家族的生意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 一直平稳运转着 一晃过去了一年多 在桂花的传授下 戴汉文打理生意的能力也有了明显进步 桂花见了 心中很是欣慰 打算再过几年 就把家族的生意 全都交给戴汉文 她也可以松口气了 眼看戴汉文已经到了结婚的年纪 前来上门提亲的媒婆不少 媒婆给她介绍的都是肤白貌美的姑娘 可是戴汉文却最终选择了小镇王老爷的女儿静雅 说起王老爷家 家里开着一家店铺 顶多算是中等人家 这位静雅姑娘长得也是普普通通 但王老爷是个大善人 常常接济穷人 在小镇的名声很好 这位静雅姑娘知书达理 温柔贤 戴汉文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采取了静雅为妻 静雅嫁入戴家后 对戴汉文照顾的是无微不至 对婆母桂花也很是孝顺 可以说是尽到了一个好媳妇应有的本分 但是戴汉文对戴静雅却很冷淡 总是不冷不热的 静雅起初以为相公戴汉文是忙于店铺的生意 操劳过度了 所以对她很冷淡 静雅并没有太在意 而是始终以自己的善解人意和宽容大度 尽心尽力地服侍着相公 没想到戴汉文依然好似一块尖兵 成天对静雅没个笑模样 这天晚上吃罢晚饭 静雅正在屋里收拾床铺 准备让戴汉文好好歇息 拿小的戴汉文抬脚就要往外走 静雅问道 相公 这么晚了 你要去哪里 戴汉文淡淡地回道 哦 我约了一些朋友谈生意 去去就回 你早些休息吧 静雅还想问些什么 戴汉文这时候已经走出了门 这次静雅多留了一个心眼 悄悄跟在了她的身后 看看她到底要干什么 只见戴汉文走出房间后 没有往院外走去 而是走向了西跨院 静雅看了 心中就是一惊 这西跨院是婆母桂花的房间 这么晚了 她去桂花的房间做什么 静雅越想越不对劲 就不远不近地跟着 只见戴汉文静止走向了桂花的房间 轻轻拍打了一下门环 不一会儿 房门打开了 里面露出了桂花的一张笑脸 戴汉文一闪身进了屋 桂花迅疾关上了房门 不大一会儿 屋里的烛光就熄灭了 传来了男欢女爱的声音 静雅看到这里 灯时怒火中烧 恨不得立马冲进去大闹一场 但是转念一想 不行啊 不能那么做 这么一闹 家里的丑事 很快就会传出去 到那时 戴家人还怎么抬头见人 到了后半夜 戴汉文一脸愉悦地回到自己的卧房 他刚刚走进房间 正捏手捏脚往床边走去 忽然油灯被点燃了 戴汉文吓了一大跳 只见静雅面沉似水 坐在桌边 戴汉文有些惊慌失措 问道 你 你怎么这么晚还没有歇息 静雅冷冷地说道 相公 你很是辛苦啊 和朋友谈生意 谈到这么晚才回来 戴汉文尴尬不已 回道 娘子 你有所不知 本来我早就要回来的 拿小的被几个朋友拽住不放 一直聊到深夜 这话一出 静雅趴得一拍桌子 怒喝道 哼 你还在骗我 你跟朋友谈生意 竟然谈到你后娘的房间去了 戴汉文听到这里 脸色大变 心说坏了 难道我和桂花的丑事被他发现了 不可能啊 我已经很小心了 他是不是在炸我 戴汉文还想狡辩 回道 娘子 你说笑了 我这么晚 怎么会去后娘的房间呢 静雅怒目远征 喝道 你还不承认 我什么都看见了 你要是个爷们 敢做就敢认 走 我们现在就去婆母那里问个明白 说吧 静雅扯住戴汉文的衣衫 就要往外走 这下把戴汉文吓坏了 他赶紧跪岛求饶 娘子 你饶了我吧 饶了我吧 我再也不敢了 我实在是迫不得已啊 静雅看到戴汉文痛哭流涕 不由得心软了 语气渐渐缓和一些 你老实交代 你和婆母究竟是怎么回事 戴汉文这会儿早就被吓破了胆 只得老老实实交代了 这事还得从几年前说起 那时候戴源外刚刚过世不久 剩下的一天晚上 戴汉文打外面回来 不巧路上下起了暴雨 戴汉文被淋成了落汤鸡 就急匆匆往家赶 戴汉文浑身湿淋淋地回到家 着急进屋换衣上 所以没有敲门 就静止冲进了房间 这下坏了 桂花正在屋里洗澡 戴汉文莽撞地闯进来 桂花躲闪不及 他那光滑圆润的身体 即刻暴露在戴汉文眼前了 戴汉文还是个矛头小伙子 哪里见过这个呀 当时羞得面红耳骚 嘟囔道 我 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说罢就要往外走 拿小的被桂花一把抓住了 他妩媚地笑道 我这身子全都被你看见了 你怎么还说什么都没有看到呢 真是连说谎都不会说 这话一出 戴汉文越发难堪了 桂花见她沉默不语 娇柔地说道 其实我比你也大不了多少 你还没有碰过女人吧 正好让我来教教你 说罢就将自己的胸脯 紧紧地贴在了戴汉文的胸口 那时候的桂花不过三十出头 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 带员外之一走 她夜夜独守空房 早就耐不住寂寞了 戴汉文明明知道这样做有备人伦 但是抵挡不住桂花身体的诱惑 就这样一把抱住桂花 将她抱到了床上 两人做成了好事 情欲的闸门一旦打开 就难以再关闭 打那之后 戴汉文和桂花就常常背着人不知道 在一起偷花 好不快活 日子久了 戴汉文心中生起一丝负罪感 暗下决心 要和桂花结束这段不正常的关系 回归到正常人的生活 她以为自己娶了妻子 就可以摆脱桂花的纠缠了 拿晓得戴汉文想错了 桂花这个女子并不简单 她将戴汉文拿捏得死死的 桂花威胁戴汉文 你要是不听我的 我就把咱俩的丑事说出去 叫你身败名裂 戴汉文害怕了 不得不一次次违心答应桂花的要求 满足她的淫欲 静雅听到这里 重重叹了一口气 说道 相公 既然这事情已经被戳穿了 也没有什么好怕的 我给你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只要你答应 跟她断了联系 我既往不救 你可愿意 戴汉文听吧 感激得不知所以 连忙点头答应 娘子 我答应你 从今往后 我什么都听你的 我再也不去见她了 打那之后 戴汉文还真就说道做道 再也不去见桂花了 从此断了两人的联系 戴汉文不来 桂花岂肯善罢甘休 几次三番派贴身丫鬟来请戴汉文 请她过去商量要事 戴汉文怎么会不知道桂花的心思 于是冷冷地回道 有什么事情 请你家主母到店铺里去谈吧 说着把丫鬟打发走了 桂花听到丫鬟的回话 气得火冒三丈 她多聪明啊 知道肯定是静雅在丛中作梗 对戴汉文严加管束 她才不敢过来了 桂花咽不下这口气 就憋出了一条陷害静雅的毒计 一连过去了三个月 桂花再也没有来打扰了 戴汉文以为她从此之后变得老实了 渐渐地放松了警惕 这天一大早 戴汉文正要出门 桂花一把拦住了她 将一本账目递给她 说道 这是城外黄老板的欠款 你去收一下 戴汉文见识生意上的事情 也就没有拒绝 结果账目就出门了 看着戴汉文远去的背影 桂花的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鬼笑 就在戴汉文出门没有多久 一辆马车急迟而来 停在了戴府的门口 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 着急忙慌地冲进来 刚刚进门 就大声喊叫 大小街 请问哪位是静雅小姐 静雅听到有人喊自己 赶紧跑了出来 一看来人是个伙计的打扮 自己根本就不认识她 于是说道 我就是静雅 你找我有什么事 小伙子上前一步 急匆匆地回道 大小街 我是你附近店铺里的伙计 我叫阿葵 老爷得了急症 眼看快不行啊 他嚷嚷着 要见你最后一面 快 你快跟我走吧 这话一出 犹如晴天霹雳 静雅立马慌了神 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时候 桂花听到动静跑了过来 急匆匆地说道 哎呀 静雅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这磨磨蹭蹭地 快回去吧 如果回去晚了 只怕就见不到 你父亲最后一面了 静雅着急地回道 我回家总得先跟代汉文 说一声啊 桂花说道 放心吧 等代汉文回来 我会跟他说的 这时候 阿葵也在一旁催促 大小街 快走吧 再晚就来不及了 此刻 静雅已经乱了方寸 也来不及多想了 慌慌张张上了阿葵的马车 车夫一甩马鞭 马车飞一般 朝城外奔去 等马车出了城 静雅这才稍稍安定下来 盯着阿葵看了半天 问道 你说你是我附近店铺的伙计 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 阿葵听罢脸色大变 但是强装镇定 回道 大小街 我是你附近新招的伙计 你当然没有见过了 静雅听了 将信将疑 不经意间朝车厢外面挑了一眼 顿时脸色大变 高声喊叫 停车 快停车 回娘家应该往东走 这车子怎么往西走 你究竟是谁 要干什么 阿葵这时候目露凶光 一把捂住了静雅的嘴巴 恶狠狠地说道 你给我放老实点 再要叫喊 我要了你的命 说吧 掏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 在静雅眼前晃了晃 静雅心说 坏了 遇到劫匪了 该死该死 方才只怪自己太大意 一时心慌意乱 着了小人的道 怎么办 现在该怎么办 静雅的脑海飞快运转 想着脱身的办法 阿葵将一条毛巾 塞进静雅的嘴里 又拿来绳索 将她捆了个结结实实 扔在了车厢里面 马车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再说 戴汉文到黄老板那里收账回来后 不见了娘子静雅 心里就感觉不妙 这时候桂花告诉她 静雅的父亲得了急症 被伙计接回去 见她父亲了 戴汉文听到这里 心里咯噔一下 猛地抽紧了 静雅的父亲身体一向很好 怎么会突发急症呢 再者说了 老爷子生病 怎么会派一个伙计 来接小姐回去呢 这也不符合常理啊 戴汉文越想越不对劲 第二天就骑上快马 赶到了岳父家 王老爷一看女婿忽然回来了 感到很是奇怪 贤婿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我的女儿静雅呢 戴汉文一看岳父身体好好的 压根就没有生病的模样 就预感到大事不妙 于是就把静雅被陌生人接走的事情说了 王老爷一听 女儿失踪了 险些晕倒 顿时老泪纵横 哭着说道 静雅呀 我的女儿啊 你现在哪里啊 可不要叫我担心啊 戴汉文一边安慰老岳丈 一边说道 岳父 你不要心慌 我这就去报官 料那贼人跑不远 现在去追应该还来得及 戴汉文不敢耽搁 一口气就跑到了县衙报案 县令大人听完案情后 顿时眉头紧锁 朗朗乾坤 大白天的竟敢绑架梁家女子 这还了得 县令立刻派出捕快 展开了全城大搜捕 捕快如今只知道 绑匪阿奎是个二十多岁的男子 只能够根据戴府里的人描述 知道他的大致容貌 想要凭借这些消息抓捕凶犯 实在是太难了 一晃过去了数天 捕快忙活了数日 案件一点线索都没有 大家不免有些垂头丧气 这天晚上 戴汉文在外面苦苦找寻一天 希望能够找到一点点关于静雅的消息 可是失望而归 戴汉文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房中 刚刚坐下 门只压一声开了 他抬头一看 只见桂花笑吟吟地走了进来 桂花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人参汤 放在了桌上 对着戴汉文看了又看 不无心疼地说道 汉文啊 你看这才几天不见 你都瘦成这样了 我给你熬了一碗人参汤 你快喝了吧 戴汉文神情落寞地说道 你来干什么 我现在什么都吃不下 你出去吧 桂花一把贴近戴汉文 柔声说道 汉文啊 你还在为静雅担忧呢 我看啊 你也别费心思去找了 戴汉文听到桂花这么说 顿时怒火中烧 静雅是我的娘子 她现在生死不明 我怎么能够不着急呢 你怎么能叫我不去找呢 桂花撇撇嘴回道 她不在了 我们就可以掌相厮守了 免得她坏了我们的好事 戴汉文听吧 气得脸色铁青 你 你说的是人话吗 你给我滚出去 桂花见戴汉文发火 冷冷地说道 我劝你还是别白费劲了 就算你找到天涯海角 你也找不到她了 这话一出 戴汉文就听出了弦外之音 她一把 钳住桂花的手腕 快说 你把她怎么了 桂花一看戴汉文如此紧张 心中的极度 就好似熊熊烈火燃烧 一把甩开戴汉文 冷笑一声 哼 你不见了小娘子 就如此紧张 我夜夜独守空房 你几时关心过我 戴汉文此刻只想快点找到静雅 顿时像发了狂一样 一把掐住桂花的脖子 恶狠狠地说道 快说 你把静雅怎么样了 她在哪里 桂花也毫不示弱 一把推开戴汉文 冷笑道 你想要知道她的下落 我就偏不说 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谁叫她跟我抢男人 这就是她的下场 听到桂花这么说 戴汉文这时候 完全失去了理智 抄起桌上的剪刀 直接朝桂花刺了过去 骂道 妈的 你再不说 我杀了你 桂花见戴汉文瞪红双眼 眼露凶光 也有些害怕了 尖叫着躲闪 就在剪刀即将刺到桂花的时候 房门哐当一声被撞开了 只见静雅带着一对捕快冲了进来 静雅大喝一声 相公 不可鲁莽 快助手 戴汉文看到娘子平安归来 又惊又喜 剪刀煞时脱了手 一步上前 激动地说道 娘子 你回来了 太好了 让我担心死了 桂花看到静雅进来 顿时惊骇不已 你 你怎么回来了 静雅怒目原睁 瞪着桂花 抱贺一声 把她拿下 话音刚落 不快一拥而上 将桂花捆了个结结实实 带走了 见桂花被抓 戴汉文急忙问静雅 娘子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被绑匪绑走了吗 怎么能够平安回来呢 静雅回道 相公莫及 听我慢慢说 我这次能够平安回来 多亏了一位小兄弟鼎力相助 她这才叙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原来那天 静雅被阿奎绑架后 马车一路狂奔 不知道跑了多远 直到天擦黑了 马车才停下来 马车跑了一天 早就人困马乏了 阿奎肚子饿得咕咕叫 于是找了一家客栈休息 并且要了一间客房 阿奎将静雅放进一个麻袋里面 扛进了客房 而后把它放在了床上 但是并没有给她松绑 她口里的毛巾 也没有取出来 阿奎恶狠狠地说道 你给我老实点 我不会害你性命 你要是敢乱动 想要逃跑 小心我宰了你 听明白了吗 静雅瞪着惊恐的眼睛 使劲点了点头 阿奎这才放心地出去吃饭 静雅在床上 不知道躺了多久 房门枝雅一声开了 她以为是阿奎回来了 吓得瑟瑟发抖 这时候一个眉清目秀的小伙走了过来 解开了静雅的绳索 又拿掉了她口中的毛巾 静雅惊魂未定 惊恐地问道 你要干什么 青年压低声音说道 静雅姐姐 莫要怕 我是来救你的 静雅见她喊出了自己的名字 惊恶不已 你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青年回道 静雅姐姐 你再看看我是谁 我是阿荣啊 阿荣 静雅听罢就是一愣 对着青年看了半天 还是没有想起来 青年说道 静雅姐姐 你不记得我了 两年前腊八截那天 你曾经在家门口 救过一个厄运的少年 那就是我呀 经过这么一提醒 静雅终于想起来了 那是两年前的腊八截 静雅帮着父亲在街上施舍腊八粥 一直忙到很晚才回家 晚上回到家的时候 突然天降大雪 静雅刚刚走到家门口 就看到了家门口躺着一个少年 浑身被白雪覆盖 冻成了一团 静雅装着胆子上前查看 发现少年还有一口热气 于是赶紧回府里喊来了家仆 将少年背了进去 静雅端来热气腾腾的浆汤 为送少年喝下 少年这才慢慢苏醒了过来 后来经过询问得知 少年名叫阿荣 家里父母双亲 顽固了 他这是要到外地去投奔亲戚 不料走到半路的时候 身上的盘缠用尽了 两天没有吃饭了 这才饿晕在静雅家门口 静雅听了阿荣的身世 顿时就起了怜悯之心 于是跟父亲求情 收留阿荣在家住了几天 临走时 又送了他一些银两 阿荣自然对静雅的恩情感激不尽 阿荣离开静雅家之后 一路打听去找亲戚 却不料亲戚家搬走了 正当他绝望之际 客栈的老板收留了他 让他在客栈做了一个伙计 阿荣在客栈一坐就是两年 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恩公静雅了 没想到刚才阿葵将静雅扛进房间的时候 恰好被阿荣看到了 阿葵刚才对静雅说的一番狠话 阿荣全都听到了 他当即吓得心惊肉跳 心说不好 静雅这是遇到绑匪了 别看阿荣年纪小 但是很有正义感 心说就算豁出自己这条性命 也要救出恩公 阿葵这会儿喝得烂醉如泥 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 阿荣一看机会来了 于是偷偷溜进了房间 救下了静雅 阿荣救下静雅后 不敢耽搁 骑上快马带着静雅 连夜跑到县雅报案 县令大人听说了案情后 历时惊讶不已 在自己治下 竟然出了绑架案 这还了得 当即派出 捕快将烂醉如泥的阿葵 一举情获 阿葵被抓到县雅 酒还没有醒 县令大人命令雅役 用冷水泼醒了阿葵 阿葵被冷水一泼 冻得瑟瑟发抖 再一看自己被五花大绑 眼前是县令和捕快 身旁是静雅 顿时明白过来了 自己被抓了 阿葵眼看大势已去 再也不敢隐瞒了 只得老老实实交代了 是桂花出价三百两银子 要她绑架静雅 把静雅卖到青楼去 拿小的自己吃酒误了事 才一举被抓 既然背后的主谋是桂花 绝不能让她跑了 县令大人当即 叫静雅投钱带路 带着捕快 即刻去抓捕桂花 方才戴汉文 拿着剪刀行刺桂花 幸亏静雅赶来及时 及时制止了一场血案的发生 将桂花缉捕归案 交给县令大人处置 县令大人经过一番审讯后 当即宣判桂花 阿葵入监三年 宣判完毕 牙役将他们压了下去 官子了结 戴汉文和静雅 谢过了县令大人 欢欢喜喜回到家中 静雅这才把阿荣叫过来 对戴汉文说道 相公 这位就是救我的阿荣兄弟 戴汉文赶紧跪倒磕头 阿荣兄弟 谢谢你救了我家娘子 没有你见义勇为 我家娘子早就没命了 阿荣赶紧将戴汉文搀扶起来 回道 哎呀 这可万万使不得呀 当年如果没有静雅姐姐救我 我只怕早就冻死在雪地了 要说谢谢 应该是我要感谢静雅姐姐啊 经过此番劫难 戴汉文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过错 为了让静雅过上好日子 也为了保全戴家的名声 戴汉文卖掉了县城的店铺 决定带着静雅搬到省城去 重新开始全新的生活 戴汉文带着静雅搬到省城后 开了一家酒楼 经过苦心经营 很快就站稳了脚跟 戴汉文和静雅不忘阿荣的救命大恩 请他到酒楼做了一名主管 过了几年 还给他说了一房媳妇 从此之后 两家人和和美美生活在一起 其乐融融 家里充满了欢声像 淮阳郡的向阳村有意农夫 姓刘明大根 三十余岁 是附近出了名的心善之人 平常见了蚂蚁都会绕着走 生怕踩疼了他们 这些年经他之手 放生的小动物数不胜数 可就这样一个好人 娶妻十余仔 却膝下无子 妻子临时拜仙求佛 求医问药 什么办法都想过了 可肚子就是不见动静 林氏终日以泪洗面 总觉得对不起刘家 可穷人家的夫妻 既无法内窃 也不愿休妻 林氏想来想去 认为只有自己死了 才能还刘大根自由之身 重娶一妻生儿育女 可就在他之身跳进河里时 发现有一股无形的浪 把他推回了岸边 林氏左右环顾 发现水面平静 并无他人 他觉得奇怪 于是再次扑向水中 一心求死 可又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把他拉了回来 林氏很是挫败 坐在岸边嚎啕大哭 一边哭 一边悠悠地抱怨 老天爷 我只是想给相公腾位置 为什么连死都不让死 因为你俩都是好人 一个苍老的声音 从他身后响起 林氏吓了一跳 赶紧止住眼泪 转身看向身后 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婆婆 正微笑着盯着他 见他情绪稳定了 就说道 我有办法让你怀孕 林氏听到这句话喜出望外 不敢置信地问道 真的吗 不管什么办法 我都愿意一试 泥丘多子 冬季正是产卵之时 这水塘之下 有一条大泥丘 让你家男人挖出来 回去用泥丘炖汤 明年春上 保证你能怀孕 老婆婆说道 就这么简单 林氏之前 也听人说过这个偏方 自己也吃过一些小的 可并没有什么效果 老婆婆见他怀疑 就笑着说道 这个糖水不深 你们把水放干 哇哇试试不就知道了 林氏想想觉得 这话也有道理 这么多年下来 自己什么苦没吃过 再是一次又何妨 于是他谢过老婆婆 回家把这个经历 跟刘大根说了一遍 刘大根看着林氏 满眼都是心疼 生不出孩子 也不是他一个人的事 他却承担了所有的压力 他紧紧地抓住林氏的手 联系地说 娘子 以后千万别干傻事 如果你死了 我该怎么活 林氏现在心情极好 也不想死了 直接拉着刘大根 往池塘边上走 这个池塘不大水不深 是平常村里灌溉用的 由于是冬季 水面比平常还浅了很多 刘大根也抱着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的心理 把池塘的放水口打开 想着顺便把池塘底下的淤泥 清理一下 为来年的蓄水做准备 水放了一天就放干净了 塘底多年不曾清理 黑色的淤泥很多 刘大根就一旦一旦挑到附近的地里 这可都是好肥料 来年种菜肯定丰收 刘大根想到这些 干活都多了不少力气 农民嘛 没什么太大的理想 就是希望每年都能丰收 有吃有喝 日子就能过好 第一天 刘大根收获了一大盆小鱼小虾 还有几条小的泥丘 却并没有找到那条大的泥丘 林氏做了一锅汤 两个人鲜鲜美美地吃了一顿 第二天第三天 依旧是这样 林氏有些沉不住气了 抱怨道 那个老婆婆也不知道是谁 是不是糊我的 刘大根安慰他说 反正也是冬天闲来无事 就当给自家储备些肥料 把糖底清干净 明年春中用水也方便 林氏听他这样说 也不好再反对 只好每天帮刘大根打下手 两人在池塘扎扎实实 忙了半个来月 这天糖泥快见底了 刘大根的铁锹 碰到了一些硬的东西 他有些奇怪 用尽全力 把东西从糖泥中拽了出来 他俩定睛一看 直接都吓坏了 原来这是一个人的骨架 刘大根哆嗦着说 快去找里长 这可是人命 我们不能擅自动他 林氏脸色苍白 跌跌撞撞地向村里跑去 很快 里长带着一众村民赶道 村医看着这副人体骨架 摇了摇头说 此人应该是落水而亡 而且年代久远 估计追查不到什么信息了 里长听他这么说 既然查不到根源 而且村里短期内 也没有人失踪 就吩咐刘大根 你找个地方把它埋了吧 刘大根在自家取了一款草席 把尸骨包好 扛到后山找了一个地方 把它埋了 他再次回到泥塘时 很轻松地挖出来一条一尺来长 胖乎乎圆滚滚的尼丘 刘大根很是兴奋 直接抱着尼丘回了家 林氏见到尼丘 也忘了之前的不快 高高兴兴地去清洗 烹煮 林氏吃了三顿 才把这条尼丘吃完 然后就等着老婆婆的话应验 再说 当晚刘大根刚入睡 他就梦到了一个老婆婆 跟自己道谢 孩子 多谢你安葬了我的尸骨 让我能重新投胎 你的好心会得到好报的 老婆婆说完就走了 刘大根却突然惊醒 他回味着梦中的情景 联系着最近发生的事情 他摇醒身边的林氏问道 那天你在池塘边 是不是见到了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婆婆 林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点头说道 是啊 你发现什么问题了吗 刘大根把自己在梦中看到的老婆婆的容颜 仔细跟林氏说了一遍 林氏惊讶地点头说 你又没见过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 刘大根把梦中发生的一切都跟林氏说了 然后说道 看来这都是天意 你去投堂 老婆婆救了你 然后指引我发现她的尸骨 再埋葬她 她能去投胎 我们也能如愿以偿有子女缘 是这样吗 林氏问道 这么玄学的事情 刘大根也解释不清楚 只好安抚地拍了拍林氏的背 说道睡吧 一切随缘就好 日子过得很快 转眼就到了春天 林氏感觉自己的身体有了变化 他不敢跟刘大根说 于是自己悄悄去看了大夫 大夫把完脉 喜笑颜开地说 你终于苦尽甘来 这是怀上了 林氏捂着嘴 无声地流下了眼泪 这一刻 有高兴更多的 却是心酸 他告别大夫 急匆匆地回到家里 把这个消息 分享给刘大根 刘大根把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联系到一起 摸着林氏 还未隆起的腹部 心中 却有一丝隐隐的不安 十多年没解决的问题 居然被一条尼丘解决了 还有那个神秘的老婆婆 不知道这肚子里的孩子 是人是妖还是鬼 刘大根就这样 忐忑不安地过了几个月 终于熬到了林氏生产的日子 林氏的肚子 比一般的产妇大很多 看他十分吃力的样子 刘大根把村里的两个产婆 都请了来帮忙 房间内 林氏哀嚎不止 刘大根在院子里来回踱步 缓解焦躁的心情 这时 突然一阵冷风刮来 刘大根不自觉地打了个寒颤 他抬头看着黑沉沉的天空 默默地祈祷 妻子能够平安产子 一声惊雷响起 天上落下了点点滴滴的雨水 这场雨下了一天一夜 林氏也疼了一天一夜 无论他怎么使劲 孩子都没有生下来 正在刘大根束手无策时 一个村民跑过来说 大根 你快去看看 池塘里翻滚着好多泥丘 刘大根心一沉 赶紧往堂堤上跑 妻子久久不能生下孩子 似乎跟这些泥丘有关 他看到池塘的水面 比平时高了很多 上面有数不清的泥丘在挤压 在翻滚 那白色的肚皮看得他一阵一阵眩晕 他看见一个漂亮的女子走了过来 浅笑盈盈唤他 夫君 刘大根吓得连连后退 你是谁 为何唤我夫君 女子笑意更浓 说道 你本就是我夫君 但此生我只能给你送来两个孩子 让他们陪你过余生 刘大根听得一头雾水 正要开口问什么 他见女子面带愁容地说道 我要走了 临行前要交代你一句话 闺女长大 二女嫁一服 能保留家富足平安 刘大根还想问什么 只见女子头也不回地走向了池塘 他焦急地伸手去拉 却结结实实地握到了一个人的手 大根 大根 你怎么在这里睡着了 快醒醒 你娘子生了 两个闺女 来人言语中透着兴奋 刘大根奋力地睁开眼睛 一脸茫然地看着面前的村民 村民用力把他推了一把 喊道 你磨正了 刘大根看着已经平静的水面 周围并没有什么女子 他才成梦中回过神来 你刚才说什么 他看着村民问道 你娘子生了 两个闺女 来人又重复了一遍 刘大根拔腿就往家里跑 两个闺女 还真的是两个闺女 那梦中的二女嫁一服是什么意思 他来不及思索这些 离嫁女还早得很 先去看看林氏和孩子再说 他推开房门 一股血腥味扑鼻而来 林氏躺在床上 两个用小背包着的婴儿放在旁边 两个产婆还在做着清理工作 刘大根才刚看了一眼孩子 就听到产婆尖叫 不好了 夫人血崩了 赶紧去请大夫 看着床榻上烟红一片 刘大根想起梦中他没有抓住的女子 他心中的预感更加不好 他蹲下去紧紧地抓住林氏的手 喊道 娘子 我们有孩子了 我们有了两个闺女 你一定要坚持下来 林氏的手微微动了一下 脸色苍白地跟白纸一样 嘴唇如动了几下 也没有说出来一个字 哎呀 你别啰嗦了 赶紧去请大夫 旁边的产婆焦急地催促道 刘大根只好放开林氏的手 朝村里跑去 等他把大夫找来 林氏已经咽下最后一口气 贴下他和两个孩子走了 刘大根抱着他 还有余温的身体 哭得死去活来 这一切发展得太快了 他根本来不及思索 为什么会这样 可人死不能复生 他只好请村里人帮忙 安葬了林氏 从此他既当爹又当妈 抚养着两个女儿长大 说来也奇怪 两个女儿从小就天赋异常 各项记忆无师自通 大女儿秋阳六岁 就会做饭打理家务 还做得一手好面食 尤其是他做的馄饨 不说十里飘香 至少能让闻到的人流口水 小女儿秋月却跟姐姐相反 她从不进厨房 每天就在院子里画花 草 树 鸟等等能看见的东西 见过他画画的人都赞不绝口 说他把这些东西都画活了 再大一些 他就把这些绣在布上 拿去集市上换钱 很多大户人家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手艺 秋月的刺绣只要拿到集市 就能卖到一个好价钱 而且一抢而空 他攒下一些银子后 就把爹和姐姐带到了淮阳城生活 秋阳在最繁华的街头 开了一家小吃店 他每天琢磨各种食物 做到了真正的香挑食礼 小吃店多了很多闻香而来的顾客 生意好的不得了 他挣的银粮已经足够全家开支 他置办了大宅子 请了仆人伺候刘大根 又知秋月喜静 专门给他盖了一座绣楼 让他画画 刺绣 这对姐妹在淮阳城的名气越来越大 有些贵妇为了求一幅秋月的刺绣 不仅花重金 还要排几个月长队预定 人出名是非也就来了 上门求亲的人都踏破了刘家的门槛 刘大根这才回忆起 当年在小池塘的那个梦境 这么多年过去 他一直没有搞明白 当年到底是梦境还是神事 现在刘家女已长大 当年的那一句二女嫁一服 要不要遵守 两个女儿都这般优秀 把她们嫁给同一个男人 是不是太委屈她们了呢 刘大根在拒绝了几个媒婆之后 他越来越拿不定主意 决定问问两个女儿的意见 这天 秋阳回来后 刘大根让人把秋月也请来 他开门见山地问道 自古以来 女子的婚约都是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 但我想征求一下你俩的意见 秋月平静地说 我和姐姐是双生子 她嫁谁我嫁谁 我们俩是不分开的 刘大根一正 又想起了梦中女子说的话 但她还是说道 你们都是独立的人 你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 为什么不能分开 我这辈子守着爹和姐姐就好 秋月扑扇着大眼睛 一脸撒娇状 刘大根又看向秋阳 似乎在征求她的意见 秋阳只热衷吃时 对情势也不怎么开窍 就对刘大根说 爹 我也不想跟你们分开 你就替我俩招一个上门女婿就好 两姐妹都这么说 刘大根也不再抢求 她相信冥冥中自有天意 准备替她俩找一个满意的夫婿 这时秋月说道 爹 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咱家的门 不如我们办场招亲会吧 秋阳听她这么说 顿时来了兴趣 问道 你准备怎么办 前段时间 我去庙里上香 路上遇到一个尼姑 她知道我喜欢画画 就送给我一幅画 还嘱咐我说 画中有秘密 我什么时候参悟出来 什么时候才能成亲 秋月说道 啊 什么样的话 那要是永远悟不出来 还不能成亲了 秋阳惊讶地问道 我参悟了一段时间 确实没有看出来 既然爹说要成亲 我就想着 谁能悟出画中的秘密 我们就嫁给谁 你觉得这样可好 秋月从怀里拿出来一幅画 递给秋阳 秋阳展开画卷 扑在桌上和刘大根慢慢欣赏 画上是一汪碧水中 有两个鱼尾人身的少女正在远眺 看起来就像两个美人鱼少女 并没什么异常 刘大根却想到 临时吃了大尼秋怀孕的事情 他不知道这两件事情有没有关联 心里莫名有些紧张 他问道 尼姑还说什么 他说 让我在不破坏话的前提下 想办法把鱼尾变成人腿 秋月说道 荒唐 现实中的鱼尾都变不成人腿 何况是一幅画 他肯定是个疯子 秋阳听到这话 彻底怀疑尼姑只是为了捉弄秋月 秋月却不以为然 单从画画的角度来欣赏 这绝对是一幅矿式佳作 虽然自己跟尼姑是萍水相逢 但他没有戏弄自己的动机和理由 只能说这其中必有渊源 于是他安慰秋阳说 既然要成亲 办一场招亲会也无妨 如果没有人解开画中的秘密 姐姐挑一个如意郎君就好 至于我这辈子不嫁 你和爹也不会嫌弃我吧 秋阳向来疼爱这个妹妹 她性子甜淡 如果把她嫁到别人家 还不放心 她只好说 比起如意郎君 我更喜欢钻研美食 找郎君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秋月听姐姐这么说 知道她说的是心里话 可她俩关系着刘家的后代传承 成亲是必须的 没多久 刘家门口就摆上了招亲擂台 画架上摆着那幅画 旁边立着一个半遮面青葱少女 一身水红如裙 衬得她娇艳无比 刘家姐妹招亲则一个上门夫婿的消息 已经传遍大街小巷 两个亭亭玉丽的少女 嫁一个男人 对于大多数公子来说都是美事 擂台刚摆好 城里有名望的公子哥都想一显身手 抱得美人归 可惜无数人看过画后 都没有办法满足秋月的要求 只能退到台下观看 谁有这般好运 同时摘下两朵鲜花 可半个月过去了 依旧没有人破解画中秘密 上擂台的人越来越少 台下看的人越来越多 连秋月都灰心了 准备天黑之后就把擂台撤了 就在秋月吩咐家仆撤东西时 人群里响起一个声音 等一等 我知道画中秘密 众人朝他看去 只见一穿着寒酸的书生 急匆匆地朝这边跑来 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也不照照镜子再来 还没见着画就敢说自己知道秘密 真是大言不惭 人群中议论纷纷 对这个迟来的人充满了鄙夷和讽刺 来人完全不顾众人的眼光 直奔擂台之下 看着台上的秋月 气喘吁吁地说 比人曹志远 听闻小姐设擂台招亲 特来试试 不知小姐是否愿意给我一个机会 秋月看着台下之人 虽然外表朴素 但眉目清朗 身上书卷气浓重 还是很让人讨喜的 于是他伸手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并亲自立于身 则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曹志远用手 抹扎着这幅名画 嘴里发出嘖嘖的赞叹声 然后从包里拿出一个破旧的水壶 倒出一杯水 最后咬破自己的手指 滴了几滴血在水中 用毛笔沾着血水 小心翼翼地刷着少女的鱼尾 没多长时间 鱼尾不见了 变成了两条纤细的长腿 画上的少女变得更加鲜活 看似在水里畅游 秋月惊呆了 她忍不住多看了曹志远两眼 自己怎么没想到呢 鱼尾用了特殊的颜料 只要用对清洗剂 就能去掉颜料 让本来的画作显现出来 妙 实在是太妙了 这时 人群中的人也沸腾了 那些拜下阵来的公子哥 内心又酸又涩 有人开始出言讽刺 穷书生艳福不浅呀 曹志远听到这话不卑不亢 反而大大方方说 我确实是厌福不浅 台下人无趣 只好自发离去 就这样 曹志远成了刘家的上门女婿 刘大根给他和两个女儿 办了盛大的婚礼 新婚夜 秋月好奇地问 你水湖里是什么水 你是怎么知道 去云尾颜料的 娘子 说来惭愧 我本要去京城赶考 结果厄运在路旁 被云尼姑所救 她跟我说 刘府正在招亲 并告诉了我鱼尾的秘密 曹志远有些羞愧 秋月却陷入了沉思 原来尼姑才是有心人 只是想给她牵一门好姻缘 曹志远见秋月不说话 以为她生气了 有些难过地说道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们姐妹二人 如果娘子介意 趁现在还没入洞房 你们可以反悔的 秋月却扑斥一声笑了 把她推进秋阳的房间说 现在反悔可迟了 我姐姐都等急了 婚后半年 曹志远进京赶考 一举考中进士 回淮阳郡下属县当了县令 刘府的日子比以前更新旺 秋阳主外 秋月主内 一家人和和睦睦地生活在一起 一晃几十年过去 刘大根病危 五个孙子 三个孙女 两个女儿 一个女婿都跪在床前 刘大根迷流之际 看到了当年梦中的那个女子 她笑叶如花 拉着刘大根的胳膊说 夫君 我终于等到你了 刘大根看着她 一脸疑惑地问道 你是谁 我的娘子是林氏 不不 林氏只是这一辈子 短暂陪伴你的人 我才是你生生世世的妻子 女子认真地说道 我记得你 在老家的池塘边上 你来过我梦里 你能告诉我 这是怎么回事吗 刘大根满脸疑惑地问道 女子带着刘大根 飞到了一个很大的池塘边 开始讲他们俩的种种过往 原来女子叫清月 刘大根叫赤龙 二人都是尼丘精 他俩自由自在地生活在水里 是令所有人都羡慕的神仙眷侣 然而 妖界也有恶人 一条鲤鱼精看中了清月 百般谢殷勤 清月都不为所动 李渔精把一腔怒火 撒在赤龙身上 认为只要他灰飞烟灭 清月无人可依 便会依靠于他 他多次挑事 想激起赤龙的愤怒 可赤龙一事稳重 根本不与小人计较 李渔精明的不行 只好来按的 有一年人间干旱 水塘里的水都没了 李渔精来找赤龙 说 这个塘里的水已经干了 淤泥很快就会晒干 到时候 你和清月都活不了 我找了一个有水的地方 你们跟我走吧 泥丘本来是可以在淤泥里生存的 但赤龙害怕连日干旱 连淤泥都干了 担心清月娇弱的身体受不了 他就答应了李渔精 跟着他去别的地方找水 一路上 赤龙把少量的水都给了清月 自己却承受着干枯 李渔精把他们带到了一个浅滩上 那里连石头都是滚烫的 赤龙的身体直接被烫熟了 清月看着奄奄一息的赤龙 很想拯救他 可周围百里都没水 只能眼睁睁看着赤龙死去 就这样李渔精也不放过他 还引来了村民把赤龙吃掉 才带着清月找到了水 清月活了 赤龙死了 他的心也死了 不管李渔精如何强迫他 他宁死不从 李渔精一怒之下 用法阵把他困在了一个池塘底 几百年清月都没有脱身 有一日 法阵被一个落水的老婆婆砸破 清月才恢复自由身 我顺着记忆中你残留的气息找到了你 原来你以己事为人 这一世便是刘大根 清月说道 林氏跳水是你救了他 刘大根问道 林氏命中本来就该溺水而亡 但我心疼你无子无后 孤单一生就偷改了他的命 让老婆婆的魂魄指引他找到怀孕的方法 清月说 你偷改他的命没有受到处罚吗 刘大根问道 老婆婆漂泊多年 一直没有归宿 是你把他挖起来安葬 他感恩于你 把这份功德归到了我身上 我只受了废水煮这一酷刑 让林氏吃了我 给你送来了两个女儿 功成身退之际 我把林氏一起带走了 清月说道 那秋月的那幅画也是你给的 刘大根明白了事情的经过 对清月多了一丝感激 是的 他俩都是我的孩子 这些年 我一直守护在你们身边 不把他们交到可靠的人手里 我没办法放心你们 如今你的大线已到 刘家也已发扬光大 下一世你不必为人 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 清月说完 泪眼朦胧 几百年的等待 终于找回了曾经的爱人 刘大根随着肉体的毁灭 渐渐找回了赤龙的记忆 清月 他生生世世地爱人 此后 人们经常在水里看到一对畅游的大泥丘 但从来都没有人敢打他们的主意 因为不同寻常的物种 都会呈现 在一个偏僻的村庄中 李家生了个与众不同的儿子 这个婴儿出生时 引起了村民们的惊恶和恐惧 因为他有着三条腿 奇丑无比 身上还隐约可见一些赖斑 这个孩子的奇特相貌和先天缺陷 让父亲里根心生恐慌 他决定将这个孩子抛弃 然而母亲王室却无法忍受自己怀胎十月的儿子被遗弃 他深知这个孩子没有错 可能是自己怀孕的时候去金蝉山祭拜的少 所以金蝉大仙惩罚自己 他哀求丈夫留下这个孩子 可是李根说 留下有什么用 让全村都笑话我 李家生了个怪物 你要想留 我就休了你 自己带着他回王家去 王室不敢再言语 因为他内心也觉得 丈夫说得没错 正当李根准备将这个孩子 扔到后山乱坟岗时 孩子的奶奶李老太急匆匆赶了过来 李老太心地善良 平日里吃斋念佛 连只蚂蚁都不肯踩死的 怎么忍心看着亲孙子被扔去乱葬岗喂野狗 他扔了拐杖 一把夺过包背里的婴儿 指着儿子就说 你不要 这孩子我带走就是 李根也是孝顺的 何况他娘屋子里那些宝贝将来是要留给他的 若是得罪了他 他说不定真敢捐出去 他委屈地解释 村里人已经风言风语了 这孩子就算留下 也未必能平安长大 而李老太何尝不知 他抚摸着孙儿那略显残缺的脸庞 眼中闪烁着无尽的关爱和慈祥 他知道在这个残酷而世俗的世道中 孙儿会面临许多困难和歧视 然而 他坚信每个生命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何况他活了一把岁数 先天畸形的孩子也是有的 并非什么怪物 既然老天爷给了李家这样一个孩子 也许自有他的用意 于是 李老太毅然决定将这个孩子带后院自己的屋子 并承担起照顾他的责任 他给孩子取名叫做平安 期望他能够平安长大 里根知道劝不动老娘 就想着说不定哪天就死了呢 所以 禁止妻子王氏去后院看孩子 更不许偷偷去喂奶 王氏胆小懦弱 自然是不敢违背丈夫的命令 他不想被修 可能 这孩子天生命应 平安在李老太的呵护下 茁壮成长 尽管外貌与常人不同 但他拥有着纯真的灵魂和善良的心灵 村里的人起初都对李家 这个孩子指着点点 但是也都碍于李老太的面子 不会当面说什么 而且 随着平安渐渐长大 人们发现 这个孩子虽然与众不同 但他还挺乐观 整天笑呵呵的 村里孩子不敢跟他玩 他就自己做些小玩意儿送给孩子们 渐渐的孩子们也不怕他了 李家隔一年又生了一个老二 叫沐生 这来孩子一对比 大家反而觉得 这沐生才是怪物 整日里一副小霸王的做派 要啥就得给啥 一旦不满足了 哭闹是小 砸东西烧房子都干过 对哥哥平安 更是想打就打 村里孩子都不叫平安怪物 反而是这个亲弟弟张口闭口地侮辱他 李老太不止一次训斥他 可是里根说好不容易生个正常的 偏心些也没关系 沐生还小 闹腾些正常 等大一大就好了 等两个孩子长到十五六岁的时候 沐生就发现 村里那些人都不待见他 还不让他们的孩子跟自己玩 说是怕跟自己学坏 不仅如此 还让多跟那个怪物玩 毕竟他才十岁 夫子给的书都能读下来了 还说他孝顺 对谁都彬彬有礼 总之 就是他哪里都好 而对比之下 自己就是个混事囚子 一无是处 明明他才是正常人 那个三条腿的怪胎 至今还穿着长衫遮挡 他发誓 一定要把他赶出去 这日 李两家的鸡窝 突然发生了离奇的变故 一夜之间 所有的鸡都被咬断了脖子 惨不忍睹 血迹斑斑的离奇光景 让整个村子 充满了恐慌与惊诧 消息很快传遍了村庄 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猜测 村民们开始纷纷猜测 会不会是黄鼠狼干的 老人说 村子几十年 从来没来过黄鼠狼 那真是邪了门了 四审家的大黄狗 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第二天早晨 四审惊讶地发现 大黄狗躺在庭院里 白沫从嘴角溢出 眼珠翻白 似乎陷入了严重的癫痫状态 痛苦不堪 这个荒诞而恐怖的情景 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恐惧 孙二娘后院养的兔子 也没能幸免于难 许多兔子的眼珠被扣掉 血肉模糊的景象 让人心寒 村民们开始心神不宁 生怕下一个 就是自家的禽处 这时候 有人说去找三婆婆算一算吧 众人觉得有道理 若不是野兽干的 怕是招了什么邪碎 三婆婆家离这里少说二十里 因为能掐会算 而远近闻名 她是个瞎了眼的老太婆 弟弟是远近闻名的张道长 不过早年二人不知为何分道扬镳 张道长云游四方去了 三婆婆摸着桌上那一袋银子 满意地开始掐算 片刻后 大呼 是妖孽作祟 你们村有妖孽呀 来人在追问 三婆婆便闭上了嘴 她女儿说 她不能说了 是天机 好好想想近些年 你们村子可有怪事发生 或者是否有人家生了怪胎 来人一下子瞪大眼睛 难不成是那李家那小子 也只可能是她了 众人一听 都用异样的眼光看平安 虽然不信 但是却在李家后院的篱笆后 发现了好几只被咬死的鸡 这时 有个人冲过来 指着那只花猫就说 那是我家的猫 我以为是被野猫拐走了 没想到 竟然被你祸害死了 你这个怪物 一时间平安百口莫辩 李老太自然不相信 孙子会干这种事 但是众口说今 人们指着平安谩骂 而平安因为愤怒 脸上的那些赖斑 竟然开始闪着金光 看到了吗 他就是怪物 打死他 人们纷纷捡起石头 朝着平安砸过来 而平安再也忍不住 要抄起棍子 就要打人的时候 李老太一把抱住他 让他冷静 人们见状 都怕这怪物 发微波及自己 纷纷逃走了 跑在最前面的牧生 吓得活都丢了 那些鸡鸭鹅狗 都是他偷偷祸害的 篱笆墙那些 也是他提前埋在那的 他不过是 给了三婆婆些银子 让他指出这怪胎 好让村里人将他赶出去 没想到他竟然真的是怪物 吓死他了 当天傍晚 村长带着几个汉子 就把里根找了出去 村长说 我知道平安是老太太的心头肉 可是他就是个怪物 早些年隐藏得好 如今开始祸害四林了 我们邻里邻居住着 也不想报官 免得连累你和老太太 你去劝老太太 让平安离开村子吧 这样大家都安生 里根虽然没亲眼看着 今日平安的样子 但是既然大家都堵上门了 他也就答应了 后院 屋内 李老太给平安脸上的 伤口抹药 叹了口气 平安啊 你到底是没忍住啊 阿乃 那些真的不是我做的 阿乃知道 如今你的样子被他们看到了 必然不会罢休的 二人正说着 就听外屋的门开了 李根进来 扔给平安一个包裹 然后背过身去 留了一句 村里人容不下你 说不报官追究你了 你自己离开就行 十多年来 父亲第一次跟自己说话 竟是是赶走自己 还没带平安开口 李老太就将桌子上的茶碗 狠狠砸过去 怒道 他可是你儿子啊 他是怪物 我没有这种儿子 抓紧走 不然他们就请道士 来烧死你了 李根忠是摔上门走了 平安眼泪掉了下来 哽咽地问道 阿乃 你不怕我吗 李老太一把抱住孙子 安慰道 阿乃早就知道了 你就是阿乃的好孙儿 原来 李老太早些年就发现了 平安的血竟然是冷的 而且似乎不惧严寒酷暑 再大一些 他发现平安并不喜欢吃蔬菜水果 甚至会呕吐 反而喜欢吃一些肉类的 有一天 他还发现平安竟然在菜园子里 捉了小苍蝇吃 联想到他那身上若隐若现的赖斑 还有那形似尾巴的第三条腿 他确定平安并非寻常人类 好在他善加引导 这孩子品行端正 可如今竟然出了这样的事 他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 第二日 平安早早收拾了行李 趁着天微亮就离开了 阿乃 孙儿已经长大了 不想连累你和爹娘 既然他们容不下我 我走就是 天大地大 总有我的一席之地 你莫要担心孙儿 若是我死了 千万别埋 我想留在村里守护大家 看着平安留的信 李老太泪流满面 可怜的孩子啊 沐生是亲眼见着平安出了村子的 这下可是痛快了 李跟两口子也起来了 一副愁容满面的样子 见沐生的开心样 便问他有什么开心的事 沐生说 后院那怪物一早就走了 这回咱家总算能过安生日子了 听到平安走了 李跟和妻子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尤其是李跟 虽然这些年 他都不管这个儿子 可是终归是自己的骨肉 怪自己没本事护不住他 希望他在外面能有口饭吃吧 夜幕降临 月圆之夜的金缠山显得格外神秘 在山洞深处 平安静静地坐在石头上 面容忧郁 他被人误解 明明不是自己做的 自己也不是他们口中的祸害 可最终为了家人能过安生日子 还是离开了村子 因为担忧年迈的阿奶 所以他并未走远 而是来到了金缠山里 他找到了一个洞穴 作为自己的家 以捕鱼为生 过着简单的生活 有时候 他会趁着月色 偷偷回到村子 将打的猎物放在阿奶的窗外 只静静地看阿奶一眼 他就知足了 然而 每当月圆之夜 平安总会感到一股奇怪的能量涌现 让他感到异常不舒服 这个月圆之夜 平安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 他的皮肤变得湿润起来 第三条腿逐渐萎缩消失 脸上的赖斑 竟然变成了若隐若现的金铃 丑陋的面容褪去 俨然一个身形高大的翩翩公子 平安惊呆了 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见眼前出现了一个老者 老者告诉平安 他其实是一只金铲 历劫而来 而月圆之夜就是金铲变身的时候 平安惊讶地发现 自己竟然有了法术 老者告诉平安 他的法术是可以控制水的力量 可以在山洞里创造出一个小池塘 并且可以让池塘里的鱼儿听从他的指挥 平安开始学习这个法术 他花费了很长时间才练好 但他终于成功了 老者告诉他 他的结束一月后便倒 然后便消失了 平安除了学习法术 还拜访了山里修行的动物们 和他们成为了朋友 半个月后 修行的兔子精突然进山洞 浑身是血地倒在平安面前 艰难地开口 平安 快救救我 东山池塘来一个你的亲戚 这会儿快杀光修行的动物了 平安安顿好兔子精 便朝着东山奔去 平安已经走了一个多月 但是村里突然又开始怪事贫乏 各家各户丢鸡少 压不说 就连小孩子都丢了两个了 人们第一时间找来李家 看看是不是那个怪胎平安 因为心生怨恨又回来了 可是找遍了李家也没见人 那丢了孩子的人家 坐在李家院子里不走 哭声响彻天地 而李根则面带韵色往外赶他们 他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 当初听大家的把亲儿子逼走了 他们还要怎样 只是没人注意到他心虚地望向门外 当看到儿子牧生回来时 他冲上前去 低声问 说 这次是不是你搞的鬼 快把人家孩子弄回来 牧生连忙摇头 他也头疼了好几天 上次祸害鸡鸭鹅狗栽赃平安的事儿被他爹发现了 狠狠揍了他一顿 他可再也不敢了 给他几个胆子也不敢祸害小孩子啊 突然 有人大喊一声 看 那不是平安吗 人们顺着这个声音的方向望去 只见平安看起来很疲惫 似乎在寻觅着什么 只是 如今的平安 只有之前的几分样子 退去了丑陋的赖斑 只有两条大腿的身材魁梧壮硕 这莫非是真成了精 村里人的脸上 全是运怒和鄙视 你这个孽障 一位老者大声咆哮着 是你在搞鬼吗 是你把我们家的鸡和鸭都偷走了吗 丢孩子的母亲冲上来 揪住平安的衣领 质问 你把我孩子弄到哪里去了 平安无暇解释 他一路追踪那只癞蛤蟆精 只见他进了村子就消失了 好在他刚才重伤了她 沿着一路血迹定能找到她 没想到追到自家门前了 还被村里人围攻 平安被那两个妇人 薅着衣领动弹不得 他是不会使用法术伤害他们的 只得停下来 大声解释 你们的孩子是被癞蛤蟆精抓走的 我一路追他至此 快放开我 别让他逃掉 众人一听 这是自己承认是癞蛤蟆精了吧 于是 有人直接抄起棍子 就朝着他后背砸过来 前军一发之际 立根推开平安 硬生生挨了那一棍子 爹 平安焦急地看着倒地的里根 这是他第一次叫他爹 他挣扎开束缚 冲过去扶起里根 开始用法术为里根疗伤 而啊 爹对不住你 爹相信不是你做的 里根艰难地开口 就在众人看着这对父子 不知该如何 是好的时候 平安突然抬头 朝着要离去的男人大喝 想逃 木生顿时停在脚步 身体里发出一种似人非人的声音 还是被你看出来了 人们寻声望去 木生的脸上竟然发出诡异的笑 渐渐地 他的脸开始变化 不多时就变成另一副极其丑陋的样子 那声音再次响起 这小子的身体果然好用 因为木生心中怨念中 癞蛤蟆精便附身到他身上 稀释后便很快恢复法力 本想偷偷溜走 没想到还是被这金蝉公子发现了 他本是荷花池里修行的癞蛤蟆精 可是因为忍受不住修行之苦 便想走捷径 先是进村祸害了那些禽畜 然后开始吸食那些精怪的法力 偶然得知月圆之夜 小孩子精气最为纯净 所以便进村偷了两个孩子 不过 还没等到月圆夜 这金蝉公子就找上门 把他的老窝给捣毁了 还受了重伤 慌乱之下便逃窜至此 没想到这小子竟然死死咬住自己不放 于是便趁着他被那两个妇人揪住时 悄悄观察院中的人 发现后面那个小子心中怨气最盛 正是他想要的 于是便趁机付到他身上 刚要悄悄离去 就被平安给发现了 很快 平安便与这癞蛤蟆精打在一起 平安法力高强 原本几个回合就可以将这癞蛤蟆精击杀 可是奈何他竟然不断变换容貌 一会是他自己的脸 一会是牧生的脸 牧生喊着 哥 救我 这让平安不敢下死手 而且还被击中身体 有些力不从心了 就在这时 李老太从后院主着拐杖出来了 冲着人群大喊 去拿火 这癞蛤蟆精最怕火 众人早就看明白了 一切都是这癞蛤蟆精搞的鬼 而平安是来保护他们的 只是若是用火 会不会也将平安烧死 李老太催促道 平安乃金蝉 不聚火 快去拿火 就这样 人们纷纷取来火把 朝着癞蛤蟆精扔去 这怪物被灼伤惨叫 平安趁机将它击晕 然后捆绑了起来 此时 又是一副木生的模样了 若是此时 一把火将木生烧了 便可以一同烧死那怪物 可是木生虽然可恨 但是罪不至死啊 就在众人犹豫不决的时候 突然一个白袍子道长 驾云而至 平安一看 此人正是当日在洞府中 点拨自己的老者 有人认得这人 连忙大呼 有救了 是张道长 张道长冲着平安微微点头 道了句 金蝉公子 别来无恙 平安捂着胸口苦笑道 道长 您看我这想无恙的样子吗 快解决了这畜生吧 张道长不再迟疑 很快设了祭坛 点了十二盏红烛 将木生围住 祭坛上摆满了鲜花 水果和燃烧的香炉 烟雾缭绕 弥漫着一股神秘的气息 祭坛的两旁 是白满法器和符咒的桌子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是一柄雕刻精美的桃木剑 剑身上雕刻着神秘的符文 月上中天 张道长手持香炉 缓缓绕着祭坛行走 他高声念诵咒语 向天地神灵祈福和保佑 烟雾随着他的呼吸生疼 弥漫在整个院中 仿佛与神灵之间建立了一道桥梁 随着咒语的送念 院内的气氛逐渐凝重起来 张道长开始集中精神 调动体内的法力 他手持桃木剑 符咒和法器 围绕祭坛舞动 形成一个神秘而庄严的阵法 突然 老道士停下了咒语 阵中的木生 突然睁开双目 痛苦地嚎叫 张道士高举桃木剑 手中的剑身 开始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下一秒 那把桃木剑 便没入木生的胸膛 不过木生并未流血 那癞蛤蟆精 瞬间被逼出木生身体 此时只见 一只庞大的癞蛤蟆 滚落在阵中 它散发着恶臭的气息 眼神凶狠而嚣张 癞蛤蟆精感受到了 道士的气息 发出一阵低吼 张道士继续施展法术 封印住癞蛤蟆精的力量 削弱其妖力 癞蛤蟆精挣扎着 但最终无法抵挡 道士的力量和信念 他的嘶吼声 逐渐变得微弱 也就是在此时 张道士转身将桃木剑 扔给了院中 伺机而动的平安 大喊 时机已到 只见 平安立刻飞升到空中 接过桃木剑 注入法力 静止插入癞蛤蟆精到胸膛 那癞蛤蟆精 顿时化作一股黑烟 灰飞烟灭 张道士微笑着对平安说 此节已过 便可想这一世安宁 然后嫁缘而去 人们竟不知 平安是金蝉公子 都纷纷跟平安道歉 丢失的孩子 被兔子精悄悄送回来 牧生也清醒了 主动承认了自己当初的过错 平安终于被李家人接受 村庄重新获得了平静与安宁 这天晚上 李屠夫拎着一桶黑狗血 朝后山走去 当他经过一片林子时 突然困意来袭 就随便找了出地方躺下 正睡得迷迷糊糊糊时 附近传来了欢声笑语 他连忙睁开眼睛 只见有两个身着 沙衣的妙龄女子 从远处走过来 他们身后并没有影子 分明是痴妹 李屠夫欣喜不已 连忙咬了一条黑狗血 朝那两只痴妹泼过去 那俩痴妹被泼了一身狗血 顿时冒出一股黑烟 随后变成两头五指黑猪 李屠夫高兴极了 要是把这两头黑猪 带到集市上卖 也能换几两银子 于是就领着这两头黑猪 朝山下走去 当来到一条山道时 附近传来哭泣声 李屠夫以为是痴妹在哭 心中一喜 又有一只痴妹送上门来 他捏手捏脚走过去 只见有个身影 正跪在一座坟前 哭得十分伤心 他仔细一看 发现竟是村里的流翠花 这流翠花长得如花似玉 模样十分好看 在他十八岁那年 嫁给村里的王秀才 两人婚后十分恩爱 不过前不久 王秀才突然暴毙而亡 流翠花很是伤心 每到夜里 她总是辗转反侧睡不着 于是便来到丈夫坟前 诉说自己对她的思念 正在流翠花哭的肝肠寸断时 突然听到背后有脚步声 扭头一看 只见有一个猛面男子走过来 顿时吓得连连后退 说道 你想干什么 这蒙面男子正是李屠夫 他用一双色眯眯的眼睛 看着流翠花 见他身材傲人 顿时色心大气 一把将他摁倒在地 李屠夫将流翠花玷污后 准备离开 突然发现 流翠花不再动弹 心头一紧 连忙探了探她的鼻息 此时流翠花已经没了呼吸 李屠夫顿时吓得脸色惨白 没想到 自己将流翠花煎污致死 万一此事被人发现 自己就得蹲大牢 李屠夫十分害怕 连忙从家里拿了一把铁敲过来 将尸体掩埋 等处理好尸体后 李屠夫这才带着那两头黑猪网急事赶去 时间过得飞快 转眼间过了五年 这天 这天突然乌云密布 过了一会儿下起了青盆大雨 大雨下了三天三夜 才停了下来 有一个名叫赵勇的货郎要外出饭货 他见雨停了 就挑起货物 朝灵阵走去 当来到那座后山时 突然脚下踩到一物 低头一看 竟是一个骷髅头 他惊出了一身冷汗 嘴里念叨着 小人不是故意的 还请您见谅 说吧 将骷髅头安葬在一处风水宝地 这才继续赶路 到了夜里 正当赵勇睡得迷迷糊糊时 外面传来了女子的呼救声 连忙往窗外看去 只见有一匹狼 正在追一个女子 大吃一惊 连忙朝那女子呼喊道 到我这边来 女子听到喊声 寻声望去 见不远处 有个男子将屋门打开 他欣喜若狂 连忙跑了进去 随后将屋门掩上 狼歹不到那女子 他生气极了 嚎了几声 不过最后还是朝大山跑去 女子见狼跑远了 长舒了一口气 刚才真是有惊无险 自己差点 自己差点就要被狼吃了 赵勇上下打量了他一番 见他十分面生 看样子不是本地人 于是问道 你是哪里人 女子自称柳媚娘 住在桃花村 前不久母亲病时 父亲就将临阵的王寡妇 娶进家门 这王寡妇心肠恶毒 要把他卖到窑子去 他不肯依从 只好逃了出来 本想到山上剃度出家 没想到半路遇到一体狼 幸亏赵勇出手相助 否则他就难逃一死 赵勇得知柳媚娘遭遇凄惨 起了怜悯之心 于是说道 要不你就留下来吧 柳媚娘求之不得 于是点头答应了 自那以后 柳媚娘就在赵勇家里住下了 两人朝夕相处 渐渐生出了情愫 于是便结为夫妇 这天 柳媚娘和赵勇 坐在桌子旁 正在吃晚饭的时候 邻居罗欣拎着一壶酒过来 当他看到柳媚娘时 顿时眼前一亮 问道 这女子是谁 赵勇眼含爱意 看向柳媚娘 随后向罗欣介绍道 这是我刚娶的媳妇 罗欣仔细打量了柳媚娘一番 见他不仅长得如花似玉 而且身材傲人 心里十分极度照拥 没想到他居然能娶到这么漂亮的媳妇 罗欣眼珠子一转 随后说道 我听说秀口镇正在闹饥荒 我们可以运些粮食到那里贩卖 到时候就能大赚一笔 赵勇心想 家里太穷了 自己得多挣些钱 让柳媚娘过上好日子 于是便同意了罗欣的提议 到了次日一大早 赵勇扛着几袋大米 来到码头 看到罗欣正坐在一艘 在了不少货物的船上 赶紧朝他呼喊了一声 罗欣看到了赵勇 连忙帮他将大米扛到船上 等一切忙活之后 两人就在船上找了个地方坐下 船夫见两人坐稳了 就滑动船桨 船便朝远方驶去 当船行驶到半岛时 赵勇突然感觉有些尿急 就站了起来 朝河里撒尿 罗欣知道赵勇不会游泳 于是悄悄来到他的背后 狠狠一推 赵勇就扑通掉进河中 赵勇挣扎了几下 就沉入水中了 船夫见状 十分着急 他连忙跳进水中 想将赵勇救上来 可是在水里寻了好久 都没有见到赵勇的身影 船夫累得浑身乏力 正当他准备上船歇息一会儿时 发现罗欣已经将船划远了 气得咬牙切齿 没想到这罗欣竟然如此狼心狗肺 当时船夫离陆地有好几里远 不过为了活命 只能听了命朝岸边游去 可是他渐渐体力不支 还没靠近岸边 就失去了知觉 再说 罗欣将船划了回去 等船靠岸之后 他立刻朝赵家跑去 来到赵家跟前 只见大门紧闭 罗欣连忙扣响门环 过了一会儿 柳妹娘将门打开了 罗欣着急地说道 大事不好了 刚才突然 刚才突然起了一阵怪风 将赵勇和船夫刮进水里 如今这两人下落不明 想必已经遇难了 柳妹娘一听 双眼一黑 晕了过去 过了好会儿 才苏醒了过来 当他睁开眼睛时 发现罗欣正在撕扯他的衣物 顿时一惊 没想到这个李欣居然是个歹人 不过他洋装娇羞说道 我有个姐姐 长得倾国倾城 不如让我带你去见她 罗欣一听 高兴不已 没想到还有这种好事 便点头同意了 他跟在柳妹娘身后 朝大山走去 当来到一片林子时 只见不远处有一座茅草屋 柳妹娘大喊了一声 有一个姑娘从屋里走了出来 罗欣上下打量姑娘一番 见她身材凹凸有致 顿时垂涎三尺 连忙扑了过去 正当罗欣准备行不轨之事时 只见那姑娘突然变成一头巨狼 她吓得尿湿了裤子 没想到自己遇上狼妖了 连忙跪地求饶道 小人有眼不识泰山 冲撞了狼仙 还请您饶我一命 可狼妖已经饿了好几天 怎么可能会轻易放过罗欣 她张开血盆大口 将罗欣吞进肚子 柳妹娘见罗欣已经死了 长舒了口气 然后朝岸边跑去 来到岸边 看到有一只水猴正在吸水 她连忙问道 我丈夫掉进河里了 你能不能帮我捞上来 水猴看了看柳妹娘 见她浑身冒着黑气 看样子是一只痴妹 于是说道 只要你愿意留下来 做我的妻子 就帮你办成此事 柳妹娘仔细打量了那水猴一番 见她长得十分丑陋 而且浑身散发着恶臭 顿时心生厌恶 不过为了救自己的丈夫 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水猴很是高兴 尖叫了一声 然后便朝水底游去 不到一炷香的时间 她拎着两个人过来了 随后说道 我也不知道哪个是你丈夫 你认一下 说吧 就将那两人放在岸上 其实这两人分别是船夫和赵勇 不过他们已经死了 柳妹娘看着赵勇冷冰冰的尸体 她伤心极了 一颗颗眼泪就落了下来 正当她准备放生痛哭的时候 水猴突然说道 七天之内 只要你将她的魂魄找回来 让她魂归入鞘 你丈夫就能活过来 柳妹娘一听 激动不已 不过很快 她的眼神就暗淡下来 要到哪里寻找丈夫的魂魄 但她转念一想 水猴那么快找到尸体 想必也能找到魂魄 于是请求道 你能帮我寻找吗 水猴摇了摇头 然后说道 我已经将你丈夫捞上来了 你不要忘记你的诺言 我很快就会过来迎娶你 说吧 就消失不见了 柳妹娘见水猴不愿寻找魂魄 失望极了 她痛哭了一场 然后将那两具尸体安置在家里 这才四处寻找魂魄 到了次日天光大亮 柳妹娘来到集市上 当她经过一处猪肉滩时 听到有人正在呼唤自己的名字 寻声望去 只见一家店铺门外放着一个大铁笼 里面关着两头五指珠 一头是白珠 一头是花珠 这是白珠朝她说道 柳妹娘 我是你的丈夫赵勇啊 柳妹娘一听大吃一惊 连忙走过去 来到那白珠跟前 仔细打量了她一番 见她用一双寒情默默的眼睛 看着自己 心里确信了 她就是赵勇 一不做二不休 这次我就一定报仇 柳妹娘想到自己过往的经历 心中十分气愤 没想到这李屠夫这么歹毒 把魂魄变成猪 然后拿到集市上售卖 正当她准备将猪放出来时 李屠夫走过来 大声怒斥道 你想干什么 想偷我家的猪吗 柳妹娘知道自己不是她的对手 于是换作一张笑脸 说道 我看中这两头猪 想把它们买下来 说吧 便从怀中掏出了两钉金元宝 递到李屠夫手中 李屠夫颠了颠手上的金元宝 发现分量很轻 仔细一看 竟是用纸做的 他生气极了 没想到这女人竟敢这样子糊弄自己 刚准备打她一顿 却发现她很面熟 似乎在哪里见过 李屠夫仔细回想一番 终于想起来了 这女人竟然是刘翠花 她很是疑惑 那女人不是已经死了吗 李屠夫低头一看 见她身后并没有影子 顿时心里一惊 没想到大白天的竟然遇上痴妹了 不过她眼珠子一转 心里有了主意 于是便让柳妹娘将那两头猪带走 柳妹娘领着这两头猪朝家走去 进了里屋 看到炕上躺着两具尸体 白猪对花猪说道 真是太好了 沉船夫女的尸体也在这里 不过柳妹娘很是犯愁 该怎么样才能让他们魂归入窍呢 她突然想起狼妖 觉得她法力无边 或许能半岛 于是便朝那座茅草屋走去 当走到半岛的时候 感觉背后有一双眼睛盯着自己 连忙扭头看去 只见李屠夫 捏手捏足跟在自己后头 正准备朝她身上泼狗血 她心头一紧 赶紧撒腿狂奔起来 来到那座茅草屋跟前 只见院门虚掩着 她连忙推门进去 看到狼妖正躺在床上睡觉 立刻扑通跪倒在地 说道 还请大仙帮我丈夫还魂 狼妖打了个哈欠 然后说道 我肚子饿了 只要你带个人过来 我就帮你 柳妹娘见丈夫有救了 欣喜不已 连忙点头说道 我马上把人带过来 说吧 便出门了 她来到一条山道后 便张开嗓门喊道 我在这里 快来抓我呀 李徒夫听到喊声 心中暗息 连忙拎着一桶黑狗血 奔了过来 她看到了柳妹娘 赶紧咬了一条黑狗血 朝她身上泼去 柳妹娘连忙躲闪 狗血 狗血并没有泼在她身上 而是就落在了地上 李徒夫气到脸色难看 他又往木桶里 咬了一条狗血 正准备朝柳妹娘身上泼去时 发现她往远处跑去 只好追过去 当来到一片林子时 李徒夫见柳妹娘 跑进一座茅草屋里 高兴不已 这不就是望中桌边吗 这下子 看她能跑到哪里去 她悄悄走了进去 只见床上坐着一个 极其貌美的女子 不禁垂涎三尺 连忙朝她扑了过去 正准备脱掉衣服时 只见女子突然变成了一匹巨狼 她吓得浑身直打颤 刚想转身逃跑 就被狼腰一口吞进了肚子 引在一旁的柳妹娘 见狼腰吃饱了 于是走了出来 说道 还请大仙兑现诺言 狼腰打了个宝格 随后从抽屉里 取出两颗药丸 说道 把这药丸喂给猪吃 说吧 就将药丸交到柳妹娘手中 柳妹娘见丈夫有救了 十分高兴 连忙拿着药丸 朝家奔去 一进家门 就看到那两头猪正 趴在地上呼呼大睡 连忙将他们的嘴掰开 然后把药喂进去 药一吞进肚子 那两头猪顿时消失不见 过了一会儿 赵勇和船夫苏醒了过来 两人见柳妹娘 一脸愁容的样子 很是纳闷 于是问道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柳妹娘长叹了一口气 然后对赵勇说道 我其实是一只痴妹 生前名叫刘翠花 尸体就埋在山上 前不久下了一场大雨 雨水将我的尸体冲了出来 你好心将我的尸体掩埋 我一直想要报答你的恩情 于是便来到你身边陪伴你 赵勇一把搂住柳妹娘说道 不管你是人还是痴妹 我都要和你在一起 柳妹娘听了十分感动 不过一想起和水猴的约定 她很是伤心 就流下了眼泪 说道 我们还是分开吧 说吧 便一把推开赵勇 然后朝院外奔去 出了门 只见水猴穿着一身新郎装 站在一辆花轿跟前 她心里难受极了 但还是硬着头皮 做上了花轿 水猴一声令下 迎亲队伍就将花轿抬了起来 然后朝河里走去 来到河底的水宫 柳妹娘和水猴拜了堂 就被送入洞房 正当她盖着红盖头 坐在床上的时候 屋里传来了脚步声 柳妹娘心里害怕极了 她真的没办法面对水猴那富丑模样 不由地放声大哭起来 可只哭了一会儿 红盖头就被人掀翻在地 柳妹娘定睛一看 只见眼前站着一个挺着大肚子的母猴 用一双恶狠狠的眼睛盯着她 看起来似乎要把她吃了 柳妹娘吓得惊慌失措 结结结巴巴问道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母猴上下打量了她一番 随后一把捏住她的下巴 冷笑道 你长得可真丑 没想到水猴居然会看上你 柳妹娘一脸平静地说道 可是我不想嫁给她 母猴见她不像说谎的样子 很是高兴 说道 既然如此 那你离开这里吧 柳妹娘眼神顿时放光 可转念一想 自己要是逃了 水猴也会把她抓过来的 母猴看出了她的疑虑 不冷不带说道 你只有变成人 水猴才不会拿你怎么样 说吧 招呼了一声 屋里顿时冒出了一股黑烟 过了一会儿 有一个老妇人从烟雾中 缓缓走了出来 老妇人来到柳妹娘跟前 一把抓住她的手腕 然后用拐杖敲了敲地 不知为何 柳妹娘突然感到头晕脑炸 随后昏了过去 等她再次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躺在一处草地上 心中一喜 看来自己已经离开了那个水宫 她站起身来 刚低下头 就看到自己身下有影子 狂喜不已 如今自己不是痴妹了 而是一个真正的大活人 于是决定去找赵勇 和她再续前缘 当她来到大街上的时候 看到有一伙人正在殴打一个老乞丐 大吃一惊 连忙上前制止道 你们为何要这样子欺负老人家 其中一个人说道 她偷吃我家的包子 柳妹娘从怀里掏出几个铜板 交到那人手中 说道 你们不要再打她了 我帮她付钱 说吧 就继续赶路 柳妹娘来到赵家跟前 只见院门大开 便走了进去 当她来到礼屋时 看到赵勇正喝得鸣顶大醉 嘴里还念叨着她的名字 柳妹娘见她对自己如此痴情 很是感动 就一把搂住她 到了次日一大早 正当赵勇睡得迷迷糊糊时 突然感觉有些不对劲 连忙睁开眼睛一看 只见自己的怀里 躺着一个陌生女人 大吃一惊 一把将她踢下床 大声喊道 你是谁 怎么跑到我屋里来 柳妹娘并没有生气 反而露出笑脸说道 我是你的妻子啊 随后就将自己的遭遇 跟她说了 赵勇得知 眼前人竟是自己的妻子 激动不已 一把将柳妹娘抱了起来 说道 以后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正在这个时候 外面传来吵吵嚷嚷嚷的声音 两人出去查看 只见有一伙人冲了过来 其中一个妇人 一把揪住柳妹娘耳朵说道 我有你这样的闺女 真是丢死人了 居然跑到别人家里过夜 柳妹娘心里明白了 这个妇人就是她这个身体的母亲 于是说道 娘 既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 您就答应我和她在一起吧 那妇人见识已至此 只好答应了这门婚事 两家商定八月初八结婚 时间过得飞快 转眼间成亲的日子就到了 这天 迎亲队伍抬着一辆花轿 来到家门口 媒婆将一身新娘子 打扮的柳妹娘搀扶进去 等柳妹娘坐稳之后 教夫就抬起花轿 朝远方走去 正在柳妹娘感到昏昏欲睡时 教外传来了打斗的声音 连忙掀开教联一看 只见那个老乞丐 正在和迎亲队伍打架 很是纳闷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正在着急的时候 只见那伙迎亲队伍 全部化成了一滩黑水 她吃惊不已 没想到这个老乞丐 竟是个坏人 居然把人祸害成这个样子 她连忙掀掉红盖头 来到老乞丐跟前 刚要破口大骂 老乞丐说道 其实这伙迎亲队伍 并非活人 而是水猴的手下 他们要把你带到河里淹死 好让你成为水猴的新娘 好在刚才我已经将水猴和她的手下消灭了 以后你就能过上安稳的日子了 说吧 扬长而去 正在柳妹娘发愣的时候 身后传来喊声 扭头看去 只见赵勇领着一伙迎亲队伍奔来了 高兴不已 连忙盖上了红盖头 等着赵勇将自己迎娶进门 赵勇来到柳妹娘跟前 见她安然无恙 长舒了一口气 说道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说吧 一把抱起柳妹娘 朝家走去 两人婚后十分恩爱 没过多久 柳妹娘腹中有感 后来诞下一子 取名叫赵志 这年秋天 为了庆祝儿子考中状元 赵勇从集市上买来了一头五指猪 刚准备宰杀的时候 这头猪突然口吐人言 别杀我 我是李屠夫 说吧 便倒地身亡了 赵勇大吃一惊 没想到现在还有人干这种缺德的勾当 他连忙来到集市上 只见有一伙牙翼将陈屠夫绳魂所绑 压制县牙 他很是纳闷 于是连忙问旁人发生了什么事 柳哥妇人说道 县令大人跟陈屠夫买了一头猪 招待同僚 结果那伙人吃了 全部上土下泄 如今官府要研办他 自那以后 镇上再也没有出现一头五指猪了 明天就会发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